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次讲到的经句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动 子不学 非所疑 又不学老何为 我们也听过诸子之家格言说到 子孙虽余 经书不可不读 为什么留下这一句呢 为什么子孙一定要读经呢 我们要了解经典 它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假如人不读经 他就不明理 不明理啊 人生不知啊 意义何在 就像上次有跟大家交流到 我们看大学开篇 就说到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欲至善 在 格物自知 诚意振兴 修身齐家 治果平天下 那 他读了这个经 他就不会随波逐流 不会 行尸走路 就好像中欲的人生而已 他知道啊 明明德 是成就自己 自觉 清明 是成就他人 觉他 自觉 觉他都圆满 子欲至善 人的一生 可以透过 学习 能够格物自知 能够 诚意振兴 诚意振兴 就是我们三字经 开头讲的 人之初 信 本善 这个诚意振兴 就是他透过学习 放下了分别 之所欲望 恢复了 本善 恢复了真心 叫诚意振兴 真心一恢复 所达到的人生价值 可以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样子人生 都有意义 而 我们现在看很多 孩子 青少年 最常讲的一句话 哎呀 好无聊啊 大家不要小看这句话 这个意思是 每一天 不知道活着为什么 那就 一天一天 这样空过下去 其实呢 离去自己 回想年少的时候 也是这个状况 好像 二十多年的岁月 都在应付考试 应付完了 不知道要干什么 好像要去找很多的 乐趣 把每一天塞得 满满的 也不知道 活着 做什么 而塞满的那些 都是一些玩乐 最后染上一些习性 自己都变欲望的奴隶 而不自知 所以 佛家讲 金是佛母 金典是佛的母亲 所有的众生 透过经典 觉悟了 他做佛 经典 是宝啊 非常非常的 珍贵 所以我们 读经 知道人生的意义 当一个明白人 不当一个糊涂的人 大家 不要觉得 好像我们一定 随着年龄的成长 就更懂事 事实上 假如不知人生意义 越火会越迷茫 越火 眼睛会越来越没有神 越来越没有灵性 我们看 可能 三四岁的孩子 眼睛 非常的清澈 我们再看看 三四十岁的人 眼睛 没有那么明亮 就不说别人吧 就说我们自己吧 拿拿小时候的照片 看起来聪明伶俐 现在自己照镜子 好像有点呆滞 都没有悟性 所以我们要 护好自己的人生 护好自己的慧命 昨天跟大家交流到 无量寿经说的 贤护等十六正式 贤护菩萨 首先要能够 富得了自己 正确的人生学习 应该是越学 越有智慧 越学 越有悟性 越学越有德行 这个是学对了 假如我们越学 越傲慢 越学 越没有悟性 好像懂了不少知识 但是体恤别人的心 弱了 小时候 父母一生病 我们很难过 递毛巾 递汤药 现在读到大学了 好像父母 身体 不舒服了 我们依然还在那里 打我们的电动玩具 玩我们的网路游戏 这个都是 学错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并没有真正提升 自己的灵性 可是我们要问 学历那么高 怎么会是这个现象 学历高 是知识丰富 是考试考得好 但不代表 它有深入经典 所谓经典 就是深入了解 做人的道理 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甚至讲具体一点 读到博士 很可能 《地词规》跟《三字经》 都没学过 就是做人的这些 基础经典 不一定有学过 所以我们谈到这里 就比较体会 子孙虽语 经书 不可不读 读经 深入经典 深入经典 我们才能明理 也知道怎么做人 我们看上一次的这一句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舵 很多当父母的人 他已经当爸爸妈妈 当了好多年 甚至当了十几年 他的认知里面 觉得 教育孩子 谁的事 学校的事 老师的事 有这样认知的人 还不在少数 可是他假如 学了《三字经》 他一看 哎呀 原来我有责任 当父母 可不只是供孩子吃而已 我们学习了 了解一个真相 少臣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这个孩子 还没到学校去以前 他很多人格的养成 德行的培养 都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了 到学校去 假如这个根基不好 要教好就不容易了 俗话讲的 三岁看巴士 七岁定众神 所以这一些礼语 我们再来看看 《三字经》这一句 养不教父之过 是非常有分量 家庭教育 是四种教育的 大根大本 接着 经文讲到了 教不言 师之动 其实 这两句连在一起的经文 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人这一生 受父母跟老师的影响 最大 而 一个人的成长 最信任的人 也是父母跟老师 他最信任的人 他天真 父母老师教什么 他就学 所以怕是教错了 不然 只要父母老师 都懂得教育孩子 这个孩子的根基 就能长好 不然我们观察 一个人的成长 三四岁 会讲话 讲的每一句话 可能大部分开头都是 我爸爸说 我妈妈说 去上幽园 一回到家来 跟家里人讲话 很多开头都是 我们老师说 我们听着一个孩童 讲这个话 他那个言语的背后 是完全的信任 我爸爸说的 我们老师说的 所以身为父母老师的人 其实我们去感受 孩子的心灵 我们应该去珍惜 他对我们的信任 一个人一生 得到孩子的信任 得到他人的信任 我们应该不辜负 他们的信任 而一个人 一生当中 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他最信任的人 欺骗他 他最信任的人 是言行不一致的 这个给人的 内心的 冲击 伤害 非常大 所以一个孩子 为什么慢慢 不信任父母 不信任老师 我们得冷静想想 我们才能找到答案 哪一个三四岁 五六岁的孩子 不信任父母 不信任老师 没有啊 那长大之后 为什么不信任呢 哦 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 指责孩子 指责青少年 所以老祖宗留了一句话 给我们 很有道理啊 师长老人家说 他最佩服老祖宗 就这一句话 行有不得 返求 租己啊 明明孩子是信任的 为什么现在 并不信任 这个不信任的结果 我们得把因 找出来 其实 一个孩子的心中 真的 父亲是天 母亲是地 非常的敬畏 非常敬畏 李旭自己啊 就觉得很幸运 因为对父亲的那一份 崇敬 恭敬 一生 都没有变过 好像自己从小 最崇敬的人 就是自己的父亲 看父亲 跟人相处的态度 对 自己工作的敬业 还有对 爷爷奶奶的孝顺 对家庭的责任感 那父亲的形象是日渐 更加的高大 我们怎么会去 不信任父母 怎么会去顶撞父母 但是 父母的形象高大 一定来自于 深教 因为孩子离我们最近了 我们真的 言行一致的 孩子跟我们 每一天相处 哪有不受影响 潜移默化 哪有不 越来越尊重 我们的道理 所以 接下来这一句 教不言 师之舵 也是 谈出了 我们 为人师表 的责任 在 大陆 对于老师 是这么说到 是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 责任大 所以老师尽心尽力了 功德圆满 所以当老师 有师道 尊了这个师道 全心全意去爱孩子 这个师道就是菩萨道 做圆满 以此功德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他就了脱生死了 那诸位同学 选择学习汉学 那是要有志气的 所谓 事不可以不鸿意 任重而道远 读书人 是要以天下 行王为己任 而天下 心与王的 关键 就是礼记 学记那一句 建国军名 教学为先 得要有人 把道理 讲清楚 然后又表演 给世人看 因为 人不学 不知道 其实三字经 有讲到 人不学 不知义 这一句 应该就是 从礼记学记来的 因为要押韵 所以人不学 不知义 其实就是不知道 做人的这些 道义 恩义 他得透过学习 那我们 有这份担当 又知道 教学为先 所以一个人 深入汉学 把这些道理 都搞明白了 那这个 一生呢 他就做 教学工作 我们看 释迦牟尼佛 他本来可以当 国王 他国王都不要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次 他出游的时候 从东门 又有一次 西门 南门 北门 四次出去 看到了 老 人会老 看到了病 人有病苦 看到人 一群人在送葬 人会死 人会死 死了 会去哪 我的亲人 都会死 问题解决了吗 他们以后能永远快乐吗 又有一次 看到一个修行人 那种风范 感动了他 他发起了 修道的心 而他那一份修道的心 就是希望真正解决 家人 家人 众生的问题 怎么 不再轮回 怎么不再受苦呢 所以他去 修道 最后在菩提树下 正果 开始 弘扬 宇宙人生的真相 弘扬佛法 在佛陀那个时代 因他老人家 得度 了脱 生死 正果的 那不知道就有多少 而他的教法 在这个世间 弘扬了三千年 那成就的人 又不知道有多少 现在的影响 还继续在扩展 所以我们第一堂课 就跟大家共勉 我们不是搞学术 不是搞知识 不是儒学 道学 佛学 我们是学辱 学道 学佛 所以我们的榜样 是佛陀 是孔子 他们都是 一生 从事教学 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 义务工作者 他是用 余诸众生 示弱自己 同体大悲的心 来做这个事 不跟众生 谈条件 无所求的 去付出 我们以这一些 圣人为榜样 我们走 教学的路 一定可以走得好 那 李炳然老师 曾经跟学生 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 有一个人 从事医学 结果 草菅人命 把人害死 结果死了之后 堕到十八层地狱 他堕到十八层地狱 还在那里 哀声叹气 在那里抱怨 我又不是故意的 给我判这么严重 他堕到十八层地狱 假如没有好老师教他 他还在找借口 还在那里怨天尤人 还在那里跺步 结果突然 他听到底下 有一个声音 老兄老兄 你别在那里跺 别再踩 灰尘都掉到我身上 这个医生 吓了一大跳 十八层地狱 最低的 怎么底下还有人 他马上 问底下人说 哎呀 我是干医生的 多到十八层地狱 你是干哪一行的 怎么到十九层 底下的声音传来 说我是做老师的 你去当时候听这个故事 印象也很深 大家可不要听完之后说 那我不当老师了 这个故事 重点不是吓我们 这个故事的重点 让我们深刻了解 老师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 我们只要知道 这个影响有多大 责任有多重 就会非常谨慎 非常用心地来 做老师 那就绝对 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因为医生 治人的生命 他不好好做 害死了一条命 假如这一个人 没有犯什么大错 他二十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他只是 害了他 这一生的命 可是老师 是自人的 惠命 他今天遇到经典 遇到佛法 那是他无量节来 所积累的福报 现前 假如这一生 我们把他误导了 那是毁了他 无量节来 这么难得的姻缘 那个比伤人家的 命 生命 那个罪过多得多了 而且呢 你伤了他的生命 那是只有一条 可是你伤了他的慧命 把他交错了 他就又把这个错误的观念 传给他的儿子 给他的孙子 我们昨天讲到 美国 那一个主客 你看他八代子孙 多凄惨 但是假如 他遇到的老师 是好的老师 又把他的观念 扭转过来 哇 那你说 他多少子孙受益啊 所以从这里 我们看到 老师的影响 可能比医生大得多啊 影响的深 影响的远 你人一生 遇到好老师 明理了 他可以积大功累大德 他不明理了 他造作 无量无边的罪业 在美国 有一个老师 他是从南美 玻璃维亚 到了美国 自己的英文 不是很标准 那就不可能教语文 他教数学 结果因为他所在的地方 比较是 经济不发达的地方 所以他班上的学生 可能他的父母 都是农夫 是工匠 结果他刚到 哇 学生非常调皮 到高中教书 都很傲慢 都是荒废学业 往前一看 从这个学校出去的 很多都是 不务正业 在我们 台湾 叫流氓这一类的 他所面对的是 这样的学生 可是 他提起了一份责任 使命 很用心地 教导 这些学生 结果落干年之后 好像也没有多少年 他很努力地 教这些孩子 可能在七八年 十来年 他就送了 四百多位学生 入了哈佛跟耶鲁 美国顶尖的学校 四百多个是 到哈佛耶鲁 那其他各个 不错的大学 那就更多了 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 杰米 爱克兰特 这个都是我们 这个时代 的老师 所以有爱心的老师 东方有 西方也有 那我们看到 他等于是 改变了 几千个学生的命运 也改变了 他们以后的家庭 所以这一句 教不言 诗之动 所以当老师的人 责任重大 他得要非常用心 严谨地来教学 所谓 言诗 出高土 这一句俗话 大家应该 都很熟悉 而这个 言诗 出高土 我们看到这个言字 会想到什么 会想到 威严 想到 言格 而威严 从哪里来的呢 可能 有些人 一看到威严 好像就是要很凶 那孔子没有很凶 我们看 孔子一生教学 没有很凶 他望之 言然 远远 看着老师 非常有威仪 急之 也温 亲近 孔夫子 觉得他非常 温和 善良 不是说很凶 不是乱骂人 听其言也利 只要听到 孔夫子讲话 就会 提起正念 正能量 就不断提升起来 因为 孔老夫子讲的 每一句话 都是给我们 很正确的思想 观念 正确的 引导 所以这个 威严 我们不能误解 所谓 有道德之威 有报察之威 有狂妄之威 道德之威 他的威严 从他的德行出来的 他的身教 他的一言一行 都把 五常八德落实 学生看到他 就肃然起敬 就像孔老夫子 他的教学态度 是每一句好的教诲 他自己先去做到了 做到之后 再来引导学生 他是做到再说 师长说 这是圣人 所以学生非常佩服他 就像我们今天 听师长讲经 为什么我们 这么服气 师长讲的 我们细细去体会 他老人家都做到了 所以这个叫 道德的威严 暴察之威 就是用暴力 然后这个察 就是很苛刻 都是指责他人 不反省自己 那这种威 人家是口服 心不服 这不是真正的威严 第三 狂妄之威 人很狂傲 好像目空一切 一讲几话来 就要把别人压下去 那个 事实上 别人 根本不可能会服气的 不会佩服的 而这种狂妄之威 讲的很多话都是大话 都是造口业 所以这样的人 以后都地狱的 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狂妄 不只妄语 还有可能因为狂妄 批评 圣贤佛菩萨 这个就 非常危险 所以威严 从身教来 而且教育有身教 也要有严教 机会 教育点出现 得要提醒学生 你不能放任他 我们听 师长 讲到李炳南老师 在台中联社教学 有一些肯学的学生 李老师 有打 有骂 但师长说的 这些学生 被打过 被骂过之后 更加感激老师 因为他们感受到的 是李老师 对他们的爱护 都是为了成就他们 所以处罚之后 更感恩 所以就要严释出高途 所以我们今天 对孩子 对学生 严格 首先我们自己 要先做到 再来 严格的时候 不是发脾气 不是爆炸之威 而是真正 为学生好 有时候处罚 打在儿身 痛在良心 打在学生身上 痛在老师的心 这个才是 正确的 言教 不然呢 我们 这个处罚 学生 只留 这个学生呢 孩子的内心 只留下 哎呦 老师脾气很大 老师很凶 那这个绝对不是 为学生好 表现出来的 态度 所以李老师教学 也是我们往后 教学的 好榜样 曾经听到呢 有一位老师 他教学 也是非常 用心 也是严格 他的学生 一开始接触他 就会觉得 我老师 要求的比较高 哎 可是啊 他教的学生 几年之后 离开学校 每一年都回来看他 为什么呢 他的学生 离开学校之后 开始经历很多事情 都会啊 回想到 当初在学校 哎 老师讲的那个很有道理啊 很重要的提醒啊 当时候还觉得 好像 老师挺啰嗦的 哎 结果他经历事情了 原来老师为他们好 哦 所以他的学生呢 毕业之后 常常常回来找他 后来这个老师啊 去世的时候 他的学生呢 来送老师最后一层的 一千多个人 所以当老师 或者为人的父母 也要 深刻体会 论语 第一章啊 最后一句话 人不知而不孕 不亦 君子乎 你对学生 对孩子很好 他一下子不理解你啊 你不要难过啊 你现在 拨下了这个种子 之后会开花结果的 不被理解 不要难过 这样才是一个 君子的风范 甚至于被误解了 我们还是一样的爱心 对待学生 所以 这个 老师的威严 从深教 从严教 而来 而确实教学 是一门艺术 唯父之道啊 是言而不清 很有威严 但是跟孩子 不太亲 不要太亲密 母亲呢 是亲而不严 跟孩子呢 比较亲密 但是 比较不会太严格 其实这个 也挺有道理的 因为呢 这个父亲呢 跟孩子 太亲密了 你去现在看到 很多当爸的人 蹲在地上 给孩子当马骑 这有点不妥当 你说小孩子 玩这种游戏玩多了 他怎么尊重他爸爸 父亲是天啊 是有威严的 而那个威严呢 可以让孩子 在成长的过程 不放肆 不造次 非常重要啊 一个父亲不威严 那孩子就闹翻天啊 你去回想自己成长过程 父亲很有威严 我们稍有一个不妥当的动作 父亲 咳一下 我们就很收敛了 哪敢还乱来呢 所以很多人 可能 长大了 有时候还会想说 哎呀 父亲干嘛这么严格 其实父亲的严格 就是为了成就我们的 我们不能不理解 当父亲的人 吕婿呢 也是 在 姐姐出嫁的 这个过程呢 深刻体会 一个父亲的不容易 因为我姐姐出嫁 我姐夫来迎娶 那整个仪式最后啊 拜别父母啊 姐夫带着我姐姐 跟我父母行三跪九寇啊 那姐姐姐夫一跪下去 因为我在旁边观礼啊 看我父亲呢 马上 眼眶就泛着泪水 哇 哇 当下呢 我父亲呢 我父亲那个感受啊 像一道光一样 射净我的心啊 我几乎是同时呢 也泛着泪水 那种感觉啊 很深刻 好像在那一刻 我特别理解我父亲 拉拔一个女儿 可不容易啊 确实像我姐姐 从小身体就不好 常常都要跑医院 学习的过程呢 也比较不顺理 父母超了不少心 你看二十几岁了 终于给他找个好人家了 他有一个归宿了 那个内宗啊 有多少的酸甜苦辣 又加了一些腥味的错综复杂 但是呢 感觉那一刻以后啊 好像特别能理解父亲 特别能跟父亲沟通 所以老祖宗说呢 学习圣教 第一个目的 父子有亲 终身保持 那李续斯学了之后啊 因为没学啊 这个父子有亲 已经离得比较远 透过师长老人家教导 慢慢去做 慢慢找回来了 找回来很快乐啊 跟父母没有任何的隔阂 就像一个小孩 你看他每天乐呵呵的 因为他觉得父母爱他 他觉得他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人 人跟父母没有任何的隔阂 那个天性啊 恢复啊 就会很快乐 你看小孩 他又没有房子 他又没有车子 他又没有那么多昂贵的东西 他为什么那么高兴 我们现在一大堆这些东西 反而笑不出来了 所以快乐是从内而外的 我们慢慢恢复了性德 恢复孝心 恢复本有的 五伦八德 我们随时都是快乐的 孟子说 养不愧一天 辅不作于人 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这个叫天伦之乐 这个叫助人之乐 这个叫不违背良心的快乐 而 还有一幕 李续印象也很深 就是后来 姐姐有了孩子 回家把孩子带来 我看我父亲啊 跟外孙女在一起相处啊 非常的慈祥啊 非常和蔼 我就在那想 父亲从小对我们比较严格啊 怎么对外孙 孙女 这么和蔼可亲啊 我突然在那一刻啊 体会到 原来父亲的威严呢 是为了教育好我们 所以觉得当父亲不容易 这么多岁月当中啊 他得要有威严 镇住这个家 镇住小孩 不要造次啊 现在三个孩子长大了 现在是孙子了 孙子自有他父亲管了 他已经是爷爷辈的了 喊你弄孙啊 所以我想 父亲这种威严呢 也是很自然流露的 为了成就孩子 那母亲是亲耳不言 所以现在当妈的人也不容易 又要关心 又要爱护他 然后呢 父亲啊 又没威严 父亲呢 又常常宠孩子 这个妈妈看不下去了 就 严父他也得严 慈母他也得严 所以一下子要慈祥 一下子又要很威严 所以现在当妈不容易啊 听说 内分泌失调的人比较多 古人 这个 通达人性啊 父亲 严而不亲 母亲啊 亲而不严 这个也都是 符合啊 阳刚 男女的特性啊 那接下来 老师就不容易了 老师是 又要严 又要亲啊 因为严格 学生不照次啊 但是又要亲 学生 才敢亲静啊 才愿意 学习 愿意发问啊 所以我们 这个佛门有四大天王 其中一个是 东方持过天王 他手上啊 拿着一个 琵琶 不能太松 也不能太紧 所以说 教学啊 是一门 艺术 所以老师 这个威严 从深教来 绝对啊 不能是 好像很严苛 因为有时候呢 这个言语 有可能会 伤了 学生的 自尊 这个都是我们 当老师 要很 谨慎的地方 所以要 因才 施教 讲一下 他就能反省的 你就不需要 讲太严格的 言语 有一些 你得要严格 他才会长记性的 那就用这样的方法 但最重要的 不管任何方式 决定是 慈悲为本 用一颗慈悲心 去说 去做的 好 下面的经句讲 只不学 非所疑 又不学 老何为 假如 我们当孩子 不肯学习 这个 非所疑的 疑就是 应该 假如我们 不好好学 这个就是 不应该的 因为 每一个人 都有 他的本分 要去做好 父亲 有父亲的 本分 母亲 有母亲的 本分 当孩子 有当孩子的 本分 我们要 孝顺 父母 有爱 兄弟 姐妹 而且 我们是 家庭的 一份子 我们也是 社会 国家的 一份子 我们以后 都有责任 要服务 社会 可是我们 不好好学 我们怎么 有能力 有德行 智慧 去服务 社会呢 所以 诸葛孔明 在他 教育孩子 的一篇文章 戒指书当中 提到 非学 无以广才 非智 无以成学 不学习 你怎么 会有才能 不立 高远的 志向 你怎么 学习 会有动力 所以在台湾 青年 十二手则 里面就有 讲到 助人为快乐 之本 这个就是人生的 意义 你活着的意义 就在 你可以服务人 你可以帮助人 学问为 祭祀之本 你今天要去帮助这个社会 帮助这个时代 你没有学问 你没有道德 那我们只是添乱了 谈不上 可以利益了 所以诸葛孔明 对孩子的期许 非常的 可贵 所以 一个人 时时都要想到 自己的 角色 本分 每一个人 在家族当中 都要有责任 光耀 门美 孝经里面 也告诉我们 立身行道 扬民于后世 已显父母 已显祖先 这才是我们 报父母 报祖先 甚至于是 报 整个国家 社会 对我们的 栽培 人 总要是 知恩 报恩 不然就 枉为人了 所以有这样的责任 就知道要好好学习 不应该 不学习 所以下一句提醒了 幼不学 老何为呢 年幼的时候 不学习 时光 蹉跎掉了 年纪一长 能干些什么呢 不是 让父母 终究对我们 没有办法 宽心 放心吗 长歌行 有一段 话讲得好 百川 东道海 所有的河川 都是往东流 流入太平洋 百川 东道海 何时 赴 西归 少壮 不努力 老大 徒 伤悲 学习的黄金 时间 我们戳头掉了 之后再来 遗憾 就来不及了 所以有一对 对联 这么写的 他这个两句话 字完全一样 可是念法不同 念法是 好读书 不好读书 好读书 不好读书 有点闹口令 但是很有味道 我们这一辈人 读这两句话 真的是 心有七七焉 很有感触 第一句话 告诉我们 小时候 好读书 小时候记忆力好 不好读书 记忆力好 想玩 不想读书 现在年纪大了 好读书 年纪大了 知道读书重要 名理重要 那就不好读书了 昨天背过的 今天再拿起来 又忘了 不好读书了 所以我们看 这些经句 不得不 感受 老法师讲了一句话 中华民主 是全世界最懂教育的民主 有五千年的 智慧 教育的智慧 五千年 五千年 教育的理念 方法 经验 还有成效 五千年来 每一代都出圣贤人 清朝 也出那么多圣贤人 所以理计 学计 你看那个都是 整个我们老祖宗教育的智慧 里面就提到 当其可 之为死 正当他 最好学习的时候 他掌握住了 这个叫 及时法 掌握住最好的 学习机会点 假如这个机会点 措施过了 学计经文里面讲 时过 然后学 这个学习的黄金时段 过了 才肯学 则勤苦而难成 就是很勤劳 费了很大的劲 但是收效 就比较有限 我们看到 李秉仁老师 他们从小学的 九十几岁 信手年来 头头是道 左右逢远 都不用翻书的 但是我们小时候 错失的 用老祖宗的学习方法 我们现在学 学习就得费比较大的劲 但是又有一句话 勉励我们 亡羊补牢 由未完矣 而且 佛经告诉我们 转烦恼成菩提 化悲愤为力量 反正错过已经错过了 我活在当下 我好好用功 也做好榜样 所以您看佛法 在我们人生任何时候 都能让我们积极向上 绝不弃 三字经也做到了 书老权 二十七 死发愤 读书级 他也是 成年以后才要发愤 被他两个儿子刺激的 所以有时候人 还是要被刺激 那个志气 才会被激发出来 若良浩八十二 魏大亭奎多士 他八十二岁 考上进士 入官 入朝为官 人家很有志气 不气 有恒为成功之本 因为刚好 最近 我们汉学院 讲学 有 两位 教授 这两位长者 给李旭 给我们的学生 非常多的 启发 教导 而且他们 不止 课讲的好 他们的 一言一行 对我们 都是最好的 身教 像张有恒 教授 他是六十岁的时候 师长 交代他 讲群书之药 他已经六十岁了 他父母乎应勿还 他把他承担下来 先讲了 孝经 又讲了 老子 庄子 这都不容易的 第三 讲义经 张教授说 他一打开 那个义经 字药 像看天书一样 都看不懂 年纪也那么长 但是 对师父 有这一份 孝心 结果 下了 一两年的功夫 深入 义经 已经把义经 字药 讲过一遍 而且我们 在一起 谈话的时候 谈到某种情境 张教授马上说 这个就是义经的 哪一挂 哇 我们 听他谈了几天 我们所有的同仁 都要跟他学义经 就觉得义经太好了 所以张教授 他也勉励 给我们鼓舞 哪怕是成年以后学 只要肯用空 只要有孝心 有使命感 都能学好 所以忠庸 告诉我们 能一能知 几百知 能识能知 几千知 果能词道矣 虽予必名 虽柔必强 就是我们抱着 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呢 人家学一次会 没关系 我学一百次 我照样可以会 人家学十次会 没有关系 我学一千次 我还是会 抱定这样的 学习态度 虽然 本来 只只差一点 慢慢的 智慧也会开现 虽然 本来 柔弱 也会慢慢变得 有能力 有担当 另外 聂教授 他人生 也遇到很多的坎坷 遇到 那个时代 初中之后 就没有办法读书了 可是 他不简单 他不被静转 环境不能让他读书 他自己 更用功 所以在他人生 一般人看起来最苦难的 十八年 在他的心中 他的态度居然是 他觉得上天 后赖他十八年 让他苦读 没有学校上 自己用功 常常去 抄经 用毛笔这样 抄回来 所以他写了一首 好的毛笔字 所以 这个真的 讲到这里来 那就 就像 我们接下来 要讲的经文 欲不着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所以欲不着 不成器 人要接受 磨练 人力老 面对逆境 他反而以感恩的行对来 所以师长老人家 有一段法语 对我们的人生 歧视很大 就是永远生活在 感恩的世界里 感激 伤害 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 你的心智 感谢 欺骗你的人 我们 被人家骗都气得半死 感激 感激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 你就经意识长一次 感谢鞭打你的人 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 感谢 感谢半倒你的人 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 倒了 再爬起来 越挫越勇 感谢遗弃你的人 因为他教导了你 应该自立 不要依赖别人 感谢 感激 斥责你的人 一个人很无理的 骂你 因为他 助长了你的定会 你面对人家这么无理 你如如不动 不受影响 他在提升你 所以最后 感激 所有让我们坚定成就的人 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 所有的人 都是来成就我们 所以这一段话 是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其实 就是老人家 期许我们 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 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 接物当中 只有自己是学生 其他人 其他的人 都是诸佛如来的画现 都是老师 都在提醒我的内心 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都在让我发现我的习气在那里 通通通是来帮助我的 我们就不跟任何人对立 我们也不怨天不由人 有了这样的心境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时 所以师长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们可要学对了 不能越学 烦恼越多 那就学错了 好 所以我们 刚刚两位教授的这个风范 我们要向他们效法 弟子归说的 见仁善即时起 众去远 以见及 而我们肯学了 那学习的态度很重要 想学了 可不能五分钟热度 可不能急于求成 没有耐性 有一句俗话讲 学佛一年 佛在眼前 学佛二年 佛在天边 学佛三年 佛化云烟 那这个就说 我们一开始 还是很勇猛 但是后来慢慢退心了 学习 一定要有恒星 毅力 我们今天刚好 讲了好几句 我们在台湾 从小学的 《青年十二手则》 其中就已经讲出了 成就事出世间的事业 有恒为成功之本 要经得起磨练 锻炼 所以接下来 经句讲的 欲不拙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为人子 方少使 亲师有 习礼仪 在俄雅 士气篇 里面有讲到 制作骨质的器皿 那个手法叫切 制作象牙的器皿 用象牙做的器皿 叫搓 制作玉质的器皿 用玉做的器皿 叫搓 制作石头做的器皿 叫磨 所以我们大学里面说 如切如搓 如搓 如磨 那这四个字呢 是制作不同器皿 所用的手法 而玉器啊 就是用拙 所以叫玉不拙 不成器 而且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玉器啊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已经经过多少的功夫 才做成美观的玉器啊 首先呢 他得要在深山里面 找到玉石 而且 而且还要有眼光啊 才挑出玉石 才挑得出玉石啊 古代有一个核四壁的故事啊 他可以挑出这么好的玉石 可是拿去给国王 国王觉得 他是在骗国王啊 反而 还处罚了他 所以首先 要制造玉石啊 得要能选出玉石 而且呢 玉啊 一般还包在蒲里面 得把它切开 切开以后 还要把 一些废石啊 搓掉 然后还要针对 这个玉石的形状 颜色 来决定 做什么样的玉器 要把它着成 什么样的样式 那工序非常多啊 之后还要整个 把它细磨到平滑 光亮 所以透过这个 玉的制造过程 让我们了解 道德学问要成就 绝对不是一蹴可及的 而学习者 很常犯的问题 就是 没有恒星 行白礼路 伴久事 或者 得少为主 学一点 就不愿意再学了 或者呢 这个也想学 那个也想学 越学越杂 学不深 所以礼记学记里面讲 或师 则多 或师 则寡 或师 则意 或师 则止 这个意 就把学习看得太容易了 或者是 学习了 很容易就 又换 学其他东西 变来变去 学不深入 或师 则止 就是容易半途而废的 我们以前 学过一首诗 叫 古人学问 无余力 少壮功夫 老死成 指上学来 终觉前 觉知 此事 要 功行 我们从经典里 学的东西 不是说 会背了 会讲了 就是学成 少壮功夫 老死成 下几十年的功夫 最后成就了道德学问 所以觉知 此事 要功行 每一句经文 要下很深的功夫 比方举个例子 弟子归说 文欲恐 文过心 质量是 见相亲 我们文欲 成煌成恐 这不是我的能力 这个是佛菩萨加持 父母老师教导的 文欲恐 但是我们一般 的习气 听到人家称赞 就很得意 所以这一句经句 虽然明白了 但是不知道 要多少回合 才能把这个 本来 一听人家赞叹 就得意了 转成谦虚 转成 懂得 成谎成恐 懂得 听人家称赞 不止不得意 还会反省 其实我没那么好 我更要更努力 才是 那文过心 别人 讲我们的过失 我们很多时候 第一个反应 就不舒服 不高兴 大家要转变 学佛是改心 我假如不转变 以后 人家不提醒我了 我就没有一个同参道友了 因为我们都只听好话 不听真话 所以要闻过心 所以闻欲恐 闻过心 就能感得 质量事 见相亲 可是这两句 我们要到 多少年后 才能完全做到呢 所以欲不着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我们虽然 有如来 的本性 人之初是性本善 但是也要遇到好的缘 来启发我们的善根 所以缘分 就非常重要 那上一节课 有跟大家谈过 因缘 有四个很重要的原则 轻因缘 这是我们都具备的 所缘缘 我们得肯去学 吴建缘 学的时候 不间断 不懈怠 真上缘 我们去珍惜 善知识 的因缘 一教奉行 这样就学得好 李续当时 在03年 04年 刚到海口 接触一些小朋友 当然 教小朋友 很重要的 要从孝道 教起 孝经里面说的 福孝 德之本也 孝顺 是道德的大根大本 教之所由生也 教育 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 所以假如不教校道 那就不叫教育了 那叫知识的传授而已 那这些六七岁的孩子 小学生 听了地史规 这些孝子的故事 他们 在跟老师交谈的时候 就有说到 他们是学了以后 才知道 原来 做人 应该要孝顺 所以这一句话 从小孩的口中讲出来 让我们印象深刻 确实 人不学 不知义 他不知道 做人 应该有的 道义 做人 应该怎么做 所以这个义 我们把它延伸开来 五轮实义 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不会超出 这五个 轮理 关系 所谓 人无 轮外之人 学无 轮外之学 人与人的关系 不会超出 父子关系 夫妇关系 兄弟关系 君臣关系 朋友关系 所以叫五轮大道 而学问 可以达到 深入 达到圆满 其实就是 对这个五轮 已经完全通达 完全 知行 合一了 这叫真正有 大学问的人 假如学历很高 五轮关系 处理的乱七八糟 那这个不叫 有学问 所以学五轮外之学 学问没有超过五轮之外的学问 所以其实 学传统话 就是学如何做人 而这个五轮十一 复词 指孝 这个词 是父亲之德 孝 是子之德 胸有 地公 这个有 就是胸之德 公 就是地之德 夫亦 富得 君人 沉中 掌会 又替 或者 朋友 有幸 所以在五轮的角色当中 都有他的本分 他应该落实的得恨 所以才有五轮十一 这些都是透过学习 我们才会懂 我们才会懂 不然 我们说真的让我们做领导人 我们懂得仁慈吗 懂得爱护属下吗 假如没有学过 当领导人 当领导人 做位 做福都有可能 有一个老师 他轮流 让他的学生来做班长 也跟他们讲一些历史故事 有同学 起来做班长 不做班长 还好 一做班长 慢慢那个跋扈 傲慢 强势 慢慢都露出来了 结果这个老师就提醒学生 你越来越像下姐 越来越像伤咒王 这个还是才警觉到说 对哦 我怎么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假如不好好学习 自己真的当领导人 很多错误的习气都会出来 假如我们现在是做下属 没有真正了解 怎么做下属 其实我们可能在团体里 都是在添乱而已 像李悦老师 在福州石修班 给我们上过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七个吉时 我们深入以后 在观察自己 平常跟父母 跟老师 跟领导的互动 都还没有做好 这些很基本的本分 之前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还没有听这个例子 以前 我们都还搞不清楚 原来打招呼 跟请假是不一样的 打招呼是 发一个短信 给领导 我明天有事 明天我不上班 这个不叫请假 这个叫打招呼 这个不恭敬 你这样临时 要请假 那刚好团体有任务呢 那你不是 让领导很为难吗 不给你请假了 你又耍脾气了 给你请假了 都坏了团体的事了 所以一个人在团体当中 常常也要学习 放下自我 处处能为大局享 所以请假 是有恭敬的态度 我有事情要办 不知道我明天 请假方不方便 假如不行 我可以再找时间 你看这领导一看 这个懂进退 恭敬领导 尊重工作 这个才叫请假 而我们 在慈善的团体里面 传统文化的团体 这个五轮实意 也要很用心地学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 我们的心态 没有被提醒到 看起来是来做义工 是来积功累得 但是基本的伦理态度 没有 很可能便造罪业了 因为有时候 我们的心态觉得 我又没有领钱 我能做就不错了 还闲东闲西的 那假如以这样的义工 一个心态来做义工 那我想带我们的人 挺累的 他事已经很多了 我们这种态度 一定让他很辛苦 那我们不领钱 不就变成一个傲慢的一个缘了吗 我不领钱 那对待那个领钱的同仁 那有没有高下见呢 再来 我们虽然不领钱 可是我们赚的是比钱 不知道 更有价值多少倍的西方财 一般世界人工作是领money 人民币 还是英镑台币 可是我们虽然没领钱 我们积功累的是赚西方财 世间的财 他有十亿 一百亿 一千亿 解决不了生死问题 那只是过眼云烟 给他拿在手上热一热 死了之后 一张也带不走 可是我们做义工的西方财 是可以送我们到西方去做佛 所以那我们做义工的认真程度 要超过世间 赚人民币的人 赚世间财的人 所以更要所本分 更要知道军人城中 朋友有信 这些伦常道理 我们要落实得更好 落实五轮十亿 扮演任何一个角色 都是积功累的 所以李戏有时候跟同学们 举例 尤其我在台湾 我一定举王永庆 那是台湾经营之神 你看他活到九十几岁 工作都不懈怠 中午都只吃一个便当 这么努力 所以他事业做得好 那我们现在修念佛法门 当身成佛 这个事业不知道比他大多少倍 我们是要了脱五十节的轮回 我们轮回的次数 都超过他的财产 不知道多少 所以我们的事业 做得比他大 大多了 你的认真还不如他 那怎么成就 所以我们在义工的因缘 我们也会做领导 我们也会做下属 不能不学 我们后面 讲三纲者 君臣义 父子亲 夫妇顺 在讲三纲的时候 我们再来 进一步探讨 这个三纲很重要 好 所以人不学 不知道啊 为人子方少使 亲师有洗礼 为人子女啊 一定要掌握 年少的时候 好好学习 抓住这个黄金时间 而我们谈学习啊 老祖宗的智慧 是从胎教开始 而胎教最重要的是母亲 之前也提到了三胎 他怎么做的呢 目不是恶色 不看不好的 恶不听迎声 不听染污的声音 现在很多音乐 你一听心烦意乱 就不能听 要听中正的音乐 听了之后 增长善根 调和性情的音乐 耳不听音乐 不听迎声 口不出傲言 所讲出来的 话 都没有 情绪的话 没有急躁的话 那母亲能做到这三句 这个胎教已经做得好 那有没有人听到这里说 那我现在已经几十岁了 来不及了 有佛法就有办法 有开始都不嫌晚 他一叫这三句话 用在我们 互念自己 太好了 我们现在要 互自己 恢复自己的清静心 所有的修学 都是为了 恢复清静心 因为恢复的清静 烦恼清 智慧才会长 清静心生智慧 所以应该我们 听完三太的风范 用在自己身上 从此刻开始 眼睛不能看不好 看一切东西 会让我们起邪念的 这东西不能看 听了 会起邪思的 不能听 讲了 我们的心 会起贪嗔痴的 这种话不能讲 所以 每一句 对我们都有受用 老法师说 他修学 佛法 一辈子 他呢 不看电视 不看报纸 不看杂志 其实我们听师父 谈到他的修学 我们得要有一个 警觉性 得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 是什么呢 师父的根性这么好 尚且需要 尚且需要 这样用功 我们的根性 远远不如他老人家 假如再不照这样做 根本不可能成就 不要说成就 修学 根本就不可能得力 甚至不可能得到 法喜 所以 假如我们 听他老人家讲 经 时间 再长 只要不肯 照着他老人家 修学的 态度方法 去做 亲近再久 得不到利益 所以 我们一起 交流到当下 那得下一个决心 不看电视 不看报纸 不看杂志 这个是从文字上 其实从理上 就是任何 会 捞乱我们 亲近心的人事物 尽量不要接触 最好不要接触 但是这得要 克制力有 得要收射自己的 这种坏习惯 在境界当中 得把持得住自己 慢慢的 就抵得住 用祸了 这个是讲 胎教 还有 家庭的教育 在这里 是讲 为人子方少使 清私有 洗礼 在古代 清私有 比较是 八岁左右 入私属 入小学 这个时候 要多亲近 老师 亲近好同学 然后好好的 学习 礼 古代是 八 古代 民风 淳朴 八岁 入小学 十五岁 入大学 那八岁的孩子 入到小学 他要学 撒扫 应对 进退 还有 礼乐 社育 输 输 六亿 这些都是他 学习的 重点 而 江苏 大辱 陆福亭 先生 他曾经 提醒到 古时候 人心 质朴 风俗 醇厚 这个在 音源生 老师 《慎学根之根》 的元起 里面 有提到 这一段话 小孩 自七八岁 知识尚未 开启 还很单纯 金泽 人心 风俗 远不如古 我们读到这里 很有感触 现在的小孩 三四岁 五六岁 精灵的不得了了 小聪明 很多 古人是让他的天真 一直保持 单纯 很容易开启悟性 现在很小就小聪明了 不好教了 所以这里提到 孩童 五六岁时 以多被 邪之 诱惑 適物与 適物与辅 腐乏 这几十年前 讲的话了 现在更严重了 李旭有一次 在一家素食馆 看到一个小孩差不多两三岁 目不转睛在干什么 滑手机啊 我看到这一幕想说他以后咋办呢 这父母不懂 所以假如 五六岁已经啊 开始受到诱惑啊 物欲的腐化 再晚两年才入小学啊 即使父教 失言呢 也要费上一番手脚 就很很不容易教了 所以何况父兄的教育 又未必完全依照古法呢 所以我以为当今教育子弟入学 必须要在五六岁就开始 这是大辱 陆福挺先生的建议 但是假如 用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看得三四岁就要开始了 不然很难教了 好 那 入了小学 要 清私有 在 里济学济里面有提到 安其学 而亲其私 很安定的 安心的学习 而且愿意啊 亲近老师 因为亲近了 他就懂得观察一言一行啊 好学 听到 不明白的 有疑惑的 他可以究竟请教啊 学问学问 要学着好问呢 乐其友 而信其道 跟 同学 相处得很和乐 互相抵立 互相 帮助 互相互恋 这叫 乐其友 而信其道 对自己所学的 越来越有信心 那为什么乐其友 会信其道呢 因为 在那种学习的氛围啊 都是 以文会友 同学之间呢 朋友之间 通通都是用经典 来切磋琢磨 以友辅人 透过这个朋友 对我们来讲 这个友就是同参道友 来护念 辅助我们 的道业 辅助我们 提升仁爱心 提升慈悲 心 提升道行 那 朋友之间是这样相处啊 那当然 对自己的道业 越来越坚定 越来越信心了 所以有 好的老师啊 很有福报啊 有好的同参道友啊 那是更有福报了 好 《无量寿经》告诉我们 不兴事与 要在正论 那同参道友之间 都不讲一些 五四三的 不讲一些 这些世间的 这些是非人我种种 不提这些东西 要在正论 谈的 都是怎么增长 彼此的道业 那这种氛围 要互相 学习 你看别人都有这些优点呢 我得更努力了 就是可以啊 相关和善 就是互相观摩 互相学习 好 这个是清私有 而且呢 这个老师啊 在 我们的轮场里面呢 属于非常的特殊 好 学迹里面有提到啊 诗无当于五福 五福福德不清 就是老师呢 他不算是 在五福的 范围之内 所谓五福 就是古代啊 就是古代啊 商离当中 依照关系的亲书 定出来的 五种 五种这个 穿商服的 规范 随着他的亲书 第一 是斩吹 第二 支吹 第三 大公 再来小公 还有司马 这个 后面还会在 经句里面 还会提到 所以老师不算是 这亲属关系的 这五种 可是呢 五福福德不清 人 可是这五种亲属关系啊 假如没有老师 大家人不学不知义啊 这五种关系啊 也不会 亲密 不会有道义 所以透过老师的教导 人才总的 伦理道德 所以劝发菩提新闻里面 提到的 若无世间师长 则不知理义 若无初世师长 则不解佛法 所以老师 对于一个人的人生 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安定 很重要 所以要亲近老师 曾经 我们一个同仁 他回想 他小时候除夕记住 因为那时候啊 经济还没有这么好 结果 北方啊 煮水饺啊 第一盘水饺出来了 他的奶奶端给他 他还很小 说赶快端到 祖先的神位前 去供养 不可以托吃哦 我还叮咛他 他功功尽尽的 端到祖先神位前 接着第二盘呢 组出来了 交代他 赶快给教书先生送去 他又功功尽尽啊 端去给师俗教书的老师 啊 当时候呢 李徐听到这个故事啊 非常感动啊 这个老奶奶不是智啊 可是他知道 做人的大根大本 就在一个除夕煮水饺啊 就交给他的孙子了 端去给祖先 端去给祖先 叫他什么 孝啊 祖宗虽圆 即是不可不成 端去给他的 端去给教书先生 尊师啊 所以孝清尊师的根呢 就在一个生活的细节当中 给他扎根了 很可能学历很高的人 还不懂这些道理啊 那从这里我们看出来 在古代 在七八十年前的社会 对于老师很尊重 甚至于啊 这个 乡党之间呢 有一些事情摩擦充足了 当下都是 我们去找 教书先生评评理 所以他一个秀才 一个教书先生在一个地方 他是是非善恶的标准 人家福气他 因为他读书人了 做到了 人家信任他 所以这一个秀才 虽然没当官呢 安定一个地方的风俗 风气 他在那做表率 他在那 把百姓 教得懂得 是非对错 是非对错 明道德 伦理啊 所以以前的家族啊 他们是很重视啊 找这个教书先生呢 就是千里寻师啊 那我们 中国人呢 中国人呢 把师生关系啊 看作什么呢 虽然不在五福当中啊 但古人 是师徒啊 如父子啊 所以父母去世了 手伤三年 老师去世了 心伤三年 都是手三年伤啊 人家孔子的弟子 人家孔子的弟子 当时候 夫子去世之后啊 手伤三年 子贡啊 因为老师去世的时候 他不在身边 他非常遗憾 他是手伤六年 从这个孔子的弟子啊 跟夫子之间 这份情谊啊 我们就深刻 体会到 古人呢 确实是师徒如父子 我们再看老法师 他跟呢 他三位老师啊 的那种情谊啊 真的如父子 都是啊 老师的 知己啊 都把老师的孩子 完完全全的 就当做自己的兄弟爱护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师长啊 对周院长的照顾啊 无为不自啊 那去年 周院长一到 哇 交代的很仔细啊 给他买衣服啊 生活种种 都给他准备好 然后呢 又亲自好几次啊 出去帮他看房子啊 我们看的很感动啊 师徒如父子啊 对老师的孩子 孩子 就像兄弟一样 好 那今天呢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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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